坐落在新加坡河口 现在成为富利敦酒店的福尔敦大厦 被列为国家古迹 成为我国第71个国家古迹 这栋具有87年历史的建筑物 曾是邮政总局 它见证了我国的历史变迁 来看记者蓝力亭的报道 于2001年改为富利敦酒店 这栋建于1928年的富尔敦大厦 曾是英殖民时代 多个政府部门的办公地点 也是邮政总局所在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这里曾是医院 随着英军投降 富尔敦大厦落入日本人手中 成为日军的行政办公室 我国独立初期 它曾是税务局 海事局 经济发展局等政府部门的总部 建国元勋吴庆瑞 前总统纳丹 以及荣誉国务资政 吴作栋都曾经在这里办公 从1950到1980年期间 富尔敦大厦外 也举行了不少政治演讲 包括了建国总理 李光耀的政治演讲 总理李显龙为这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 被列入国家古迹主持了仪式 总理表示 在今起年把这座建筑 列为国家古迹更具意义 酒店也举办展览 讲述这座建筑的历史和故事 这座建筑是国家文物局在今年 也是新加坡经喜年 列入国家古迹的第三座建筑 而另外两个今年被列入国家古迹的建筑 分别是玉郎镇大会堂 以及钢板格南皇宫 新传媒新闻记者 蓝力挺报道 这里是最名的 法亭特尔的 新加坡 这座建筑是一座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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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面 然後現在是一個酒店 美麗的湖泉和另一方的房間 我認為這就是主場的房間 那是一方的房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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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